主料,棒子面一碗,白薯一个,补量,水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用菜人数,1到2人,先把白薯洗净切成小块,再配上适量的棒子面备用,锅内放入水和白薯块,盖上锅盖,煮就可以了,把棒子面用冷水掉开,为的是以挥下锅的时候不结成小疙瘩,如果是高手的话,也可以用 该棒子面直接均匀的洒入,等多开了关小火熬至白薯烂了时,把调好的棒子面放入,一定要边放边向一个方向搅匀,等棒子面也熟了就完成了,烹饪技巧,水的量根据自己喜好添加,有爱喝西粥,也有爱喝抽粥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